您好 歡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視野 我是張雅婷 泰國新總理貝東塔最近走馬上任 主持特殊內閣會議 他表示新政府將會延續前總理賽塔的政策 特別是刺激經濟和旅遊方面 另外泰國北部的洪災問題也會嚴肅看待 泰國新總理貝東塔最近率領閣員 向泰王瓦吉拉隆公宣誓就職 並主持上任後首場內閣會議 他表示內閣將會延續前總理賽塔的政策 特別是在刺激經濟和旅遊方面 也會嚴肅看待洪災問題 今年8月14號泰國前總理賽塔因為一起人事任命案 遭憲法法庭認定有道德瑕疵而被解職 8月16號國會選出為泰黨黨魁 也是前總理戴克辛的妖女貝東塔為新總理 貝東塔除了表態延續前朝政策 也表示會嚴肅看待泰國北部洪水引發的 經濟災損和民眾性命安危 貝東塔接下來將到國會報告施政計劃 並且主持首場新內閣正式會議 備受外界矚目 中央社記者呂新惠曼谷報導 最近法國新總理巴尼耶上任 全國各地卻出現示威浪潮 左派人士上街抗議總統馬克宏 拒絕國會最大勢力推派的人選 反倒征召勢力微弱的右派老將出任總理 簡直是開民主倒車 當局估計有11萬人上街 法國革命地標巴士抵光唱錢 人群回舞著旗帜 和馬克宏下台等標語 法國總統馬克宏最近拒絕國會最大勢力 左翼聯盟新人民陣線推舉的總理人選 而是徵召勢力微弱的右派共和黨 七十三歲老將巴尼耶出任總理 引發左翼與其支持者怒火 他們最近走上街頭抗議馬克宏的高壓手段 根據法國內政部統計 全法國共11萬人上街 巴黎警方則宣布 遊行參與人數是兩萬六千人 他有一個選擇的選擇 他選擇了不成為了解決定 我們是為了解決定的選擇 我还没有必须说更多,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没有想到一个国家 让人们来决定, 我们是来决定的国家, 因为我们是来决定的国家 对我们是来决定的国家, 而是非常危险, 因为人们更多会失识, 这失识的识识, 我们知道我们的识识, 所以是一步更加大問題 可能這不可能是公正的 但是他叫做法國選擇 法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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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極左政黨 不屈法國的領袖梅蘭熊也到場 批評馬克宏的決定是欺騙人民 並保證會對政府投下不信任票 梅蘭熊的發言獲得台下群眾歡呼 而對於新上任的總理巴尼爺 左翼支持者大多抱持否定態度 我們有一個第一名議員 從70年代 在2024年代 並不正常 我們有一個第一名議員 是非法國選擇 是非法國選擇 反正是非法國選擇 所以我們會把現行政策 都會把現行政策進行 所以我們會努力 我們會把現行政策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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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們會把現行政策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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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 最後有五人因石油武器被逮捕 中央社記者曾廷軒 巴黎報導 在海外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分佈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掌握全球脈動 美國非營利組織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1982年成立以來致力促進台美關係 最近頒發傳奇人物獎 給民進黨前駐美代表處主任彭光禮 表揚他為台灣外交的付出 副總統蕭美琴形容彭光禮是公民外交傳奇 更是台美關係永遠的台灣阿伯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最近頒發傳奇人物獎 給民進黨前駐美代表處主任彭光禮 表揚他為台灣外交跨世紀的付出 彭光禮一九六七年首都來台 與台灣結緣半世紀以來 持續在美國為台灣的自由民主發聲 但是當我離開了 如果有人告訴我 在那時候 在二十年代台灣會成為一個民主 我會說 忘記了 我們在台灣說 我們在台灣上 去睡前 你的夢想會越來越快 但是 我試試向向你 thanks to the persistence 的人在台灣 和爸爸的堡壇 的堡壇 的堡壇 在台灣的堡壇 那是一個很棒的感覺 那是一個很棒的感覺 那是一個人 看到黑暗的日子 現在看到明亮的日子 副總統肖美琴透過預錄影片 感謝彭光禮為台灣民主外交的 無價貢獻 是台灣公民外交的傳奇人物 臺灣人公共事務會傳奇人物獎表揚對台美關係有重大貢獻的人物 過去的獲獎人包括該機構創立元老之一陳唐山 前美國眾議院台灣連線共同主席下坡 以及為該機構穿梭國會三十多年的昆布勞 中央社記者鍾佑珍華盛頓報導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頻道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張雅婷 我們再會